大家好,我是法国小姐姐 今天做一道简单又美味的蛤蜊鸡蛋汤 先我们打好鸡蛋 加少许的芝麻 一勺盐 混合打散均匀 将打好的蛋液倒入热油中 翻炒成形 鸡蛋炒好后加入适量水 烧开后将裙带菜加入锅内煮开 再加入少许盐 熟后加入蛤蜊 蛤蜊张嘴烧煮一会儿就可以关火 最后加入少许香菜就可以出锅了 美味蛤蜊鸡蛋汤就煮好了 营养又美味 快来试一试吧 1 11 6 感谢观看